飞碟播放飞碟早餐 我是丹利鲁明哥 111年2022年9月22号 星期四星期四的时间 七点钟的时段 我们谈教育 好一阵子呢 并并不是我懒惰 而是 而是的亲子天下改变 好那 飞碟早餐的听众朋友们 大概知道 从亲子天下创刊之后呢 亲子天下一直都在 飞碟早餐的栏目里头 那我也 我也很诚实讲 就飞碟早餐的固定的栏目 其他的 因为台湾的出版的杂志很多 但是在固定的栏目里面 飞碟早餐的只留了两本 一本呢是科学人 那另外一本呢 就是亲子天下 好不过亲子天下呢 他从月刊 然后现在变成是季刊 白双月刊 然后呢月刊 现在变成季刊 所以一年呢就出四本 一年出一年出 出四本 当然你会说 好那那我排排节目 当然就困扰度就会比较高一点了 这纯粹是我自己广播节目 因为我是day by day的节目 好那因此呢 就是配合的在亲子天下的主题 那看如果有适合的主题的时候呢 我就把亲子天下的放回来 那这一期的亲子天下 就说的当当季的亲子天下呢 在谈的是扫子化浪潮之下的新家庭 新教育 在扫子化的浪潮之下呢 教育体制和家庭 要让每一个孩子能够视才视性 让他们有追求幸福的能力 成为未来的人才 他们有一个有一个活活动的概念呢 叫做为幸福而交 好那我看的时候我觉得好 那这个时候是可以聊一聊的时候 因为台湾的扫子化 已经少到会让人触目惊心 因为已经生不如死了 就是每年的每年的死亡人数呢 比出生的人数多 而且呢那个开口越来越大 他就告诉你不只是扫子化 而是总体的人口呢 已经开始过了最高点之后呢 开始在减少这个趋势呢 跟日本啊等等 这种的老化的国家来讲 非常非常像 但是我们的出生率比日本都还低 好那在这个扫子化的浪潮之下的 新家庭新教育啊 他到底发生了怎么样的现象 那作为扫子化当中的家庭 或者是孩子 在面对到教育问题的时候呢 又该有怎么样的认识 来那这期的亲子天下的cover story 来为大家呢导导读的 那亲子天下媒体产品事业群的 教育创新发展部 怎么这么长啊 好 总足比 宾敬孙 今天欢迎 嗨 向龙好 大家好 你们的 你们的title 我一口气都念不完 好 但是没关系 因为宾敬孙 对 宾敬孙 总的意思 他就是亲子天下的总足比 好 那在过去 没有疫情的时候呢 大概我访问亲子天下的时候呢 宾敬孙 大概都会来到节目的现场 不过现在有疫情了 包括最近电台里面的疫情 比较严重一点 好 所以我们透过电话连线 来那从这个主题谈起好了 来这一期的 你们 因为宾敬孙 已经是一个非常清楚的现象了 他对教育体系的影响 冲击也已经非常久了 那为什么这一期做呢 为什么 对 因为其实我们有一组记者是属于家庭组 那我们就随时都在观察跟家庭相关的 那当然出生率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是长期关心 包括托育政策等等 那其实我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知道去年 就是2021年全台湾的出生人数 就是突破时尚新低 只有15万多人 那生育率 总生育率其实也跌到这个0.95 就是比韩国多一点 虽然这不是最低的 所以我们就觉得 我们关心孩子 我们关心家庭跟教育 所以这件事我们就觉得 一定要来好好的做一个题目这样 那所以就同事们就花了半年多的时间 收集各种全世界的各种数据 然后收集台湾的各种数据 然后来看我们的这个 我们现在国家也在做这个大型的推广 这个催生政策吧 对 所以零碎一下国家养 大家一起养这样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有必要做一个很完整的 让大家看到这个少子化 对家庭 对教育 对影响 那其实就是对台湾未来的影响 因为我们的孩子就是我们的未来 当孩子越来越少的时候 我们对孩子的教养跟教育的方式 我们不能再像过去40年的时候 这个小学入学人数有43万人的时候 40万人的时候 跟现在去年小学只有剩下21万入学人口的时候 这样的讲比我们要做很多很多的调整 而且是必要的调整 好 因为这不只是公共资源的调配的问题 你讲的那个就是说40万的那个高峰期 我没有赶到 但是也差不多 我正常在在我小的时候 那个时候民国 当然我5年级生了 但是我看那些统计的资料 4年级生时候的他们的家庭 平均每个妇女在她的一生当中 大概会生育到5 6个小孩 但是现在一个甚至一个都不到 那个差距当然非常非常大 而且政府部门其实砸了非常多的资源 就是要鼓励生育 但是就是拉拉不起来 好吧 这个是人口人人口人口政策的问题 我们管不到了 我们只能够从在这个人口结构之下去思考 那在教育的现场 该该如何去去因应调整 未来学校里面 我估计了就是学校的诊病了 或者说有很多的大学了 会会被淘汰了 这个已经都在在发生了 接下去的趋势呢 只会越来越严重 那我们先看就是说在对策的部分 那在少子化的情况之下 在教育的对策是什么 就我们怎么样去因应少子化 让教育的品质 仍然能够维持 同时符合就未来教育的需求 对因为我们看到 如果当然我们也有做家庭 待会再看 那在教育上面 我们是已经看到 就是孩子越来越少 那今年尤其是 也不是说今年就是 每一年都有这样的消息 但是这个越来越持续 很多人对大家这个消息 感觉好像就是已经觉得 屡见不行 屡见不行这样子 比如说今年的是虎年 所以虎年的孩子 现在是今年刚好进入国一 所以到了国中去看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 减班的这个样子 比如说台中是减班 70班 国中国一学生 那桃园是67班 台南是61班 高雄是53班 这样 这减班的样子就是让我们看到 除了它影响直接影响到老师 所以老师就开始要有这个 戒聘转调的这个现象 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因为少子化 所以全台湾这个小班小校 小校就是这个数量越来越多 去年六班以下 只有六班 全校只有六班以下的国中 国小已经超过1200所 就是说这种小校已经超过1200所 占全台的国中小的三成七 也就是说班级数不仅人数越来越少 甚至整个学校规模越来越少 那老师需要的也没那么多 但是我们的老师持续在培养 那所以很多的问题让我们看到 我们不能再用过去用大班的 经营管理的方式 说管理孩子管理这个班级 用同的这个方式来教学 那我们更需要重视的是 差异化的教学 个人化的教学 就是说针对每一个孩子的需求 每一个孩子适合学习的方式 我们要提供他这样子的学习方式 那我们有没有做到 就是因为小班 我们常常说小班人数少很好啊 这样子老师更可以针对个别的需求 可是事实上我们的老师 在接受失陪的过程当中 其实受到的这个 学习到的并不是差异化的教学 就是而且很多小班 他必须要混零 也就是说小到没有办法 一般有同样的老师 就是一般可能只有一两个学生 那这样子的学习方式 学习环境其实是不利孩子的学习 因为孩子需要很多同侪的刺激等等 所以很多的在不只是偏乡小校 甚至在不属于偏乡的这种 城市里面的学校 也有这样的现象 所以很多的老师在教学上必须要做调整 而差异化的教学 这是一个全新的要学习的领域 并不是把过去教学的方式 把它变成人数减少 或者是你的一般里面同时有不同年级的孩子 然后你就可以这样个别来教学 并不是 所以要做很多的调整 那另外在老师的方面 其实就是很多年来 就是大家知道代理老师 也就是说因为各先是因为少子化 可能会减班 所以大家就没有聘满老师 然后不够的话 就用代理老师的方式来递补 那代理老师的占比 其实到去年为止 国小的老师里面 每六个老师就有一位是代理老师 那代理老师的比例这么高 就是占国小就已经占到16.4 国中15.3 这是非常高的 那其实国家的代理老师的 这个占比规定 其实是只能到8% 所以我们都已经超过了 那各县市还是用这样的方式 再继续在教学 那代理老师并不是说都不好 很多很棒的代理老师 那但是代理老师的一个状况 就是他是一年一聘 对这不稳定啊 尤其是偏向的小校 他的老师流动力非常的高 那有的时候根本就聘不到代理 他聘不到老师啊 所以变成担任老师的这个要求 就变成比较低 对 所以这对孩子的教育品质是不好的 那所以在这些方面 我们都必须要做很大的调整 虽然好像都已经长期在发生 可是我们真正要做一些真正的调整 嗯 好 在我们的线上呢 亲子天下的种族笔 那宾敬孙 当然 嗯 现在亲子天下虽然改成季刊 但是我还是会呢 看着他的季刊的内容 就说有有纸本对我来讲 当然做节目比较方便 但是并不是亲子天下呢 他的内容呢 一季才更新一次 因为他们现在都已经高度的网路化了 所以其实虽然他的他的实体的纸本呢 就是从月刊变成季刊 可是他在网路的部分来讲 比过去呢 要活跃非常非常多 所以有大量的素材 那其实呢都在网路上面 好 我要进广告之前 我问一下宾敬孙 那如何可以使用你们的网路的素材 哎 如何使用呢 那当然是要订阅吗 亲子天下的官网 我们现在有两个网站 就是随时在更新内容的 一个是亲子天下 一个是翻转教育 那亲子天下就是针对广大的 这个一般的这个读者 那翻转教育这个网站呢 就是一个全新改版 然后它是专门针对中小学的老师 所以两边的内容 有少少部分是重叠 但是大部分就是 是非常不一样的 尤其是翻转教育 它是专门针对老师的需要 所以 可以大家自由上去看一下 然后翻转教育的话 最好是能够加入会员 加入会员可以享受非常多的 这个优惠跟更多 所以它的内容是要付费的吗 翻转教育 对 如果你要使用里面 譬如说有专门针对老师的教案 有专门针对老师的各种活动 那这些都是要付费 但是这个付费就一年只有365 那在亲子天下的这个网站是free的 是吗 目前是free OK 好 这个让我们的听众朋友知道一下 所以如果当实际上有很多的 有很多的妈妈网站等等 他们都会去都会去从亲子天下这边的去抓文章 也是这些妈妈网站们 就是传来传去的 就是说热门的文章 所以亲子天下 仍然是国内的 有关于这些 亲子教育的第一品牌的刊物 它不一定是纸本的刊物 很多的内容都已经网络化了 而且更新的速度更快 过去即使是月刊 你要一个月之后才能看到一本 但现在的即时的更新的速度更快 而且会注意到 就是说有些内容已经更能够跟得上教育的时事 所以有关于一些教育的时事 成为新闻话题了之后 就为亲子天下的网站 它能够更快速的去反映这些 对时事的看法跟建议 所以你可以大量的利用亲子天下 或者刚刚讲的翻转教育的网站 进广告 广告回头之后 继续跟宾静生聊 这一期的亲子天下 少子化浪淘之下的新家庭新教育 除了教育的对策之外 现况刚宾静生也谈了一些 重点还是会回到 我们的关注的 除了在教育现场的教育工作者之外 父母亲的焦虑 以及孩子们的 到底现在的教育 要把孩子带到什么地方去 这才是大家关注的重点 进广告回头 记住放宾 宾静生 今天星期四的时间七点钟的时段 访问了亲子天下的种族比 宾静孙 因为这个时段 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谈教育 亲子天下 从过去就一直是 单元当中的固定栏目 所以他们现在改成记刊 记刊初刊的时候 我会表现 平常我毕竟比较少上网站 所以记刊初刊的时候 它会有个比较完整的主题的呈现 那这期的亲子天下谈的是 少子化浪潮之下的新家庭 跟新教育 不管是 不管是教育现场 教育工作者的 面对到这样一个趋势 他所采取的一个相对应的对策 有的时候是被迫的 你一定会有些相应的调整 那另外的现况的这个理解 那未来的趋势只会继续下去 因为要催生 要鼓励生育 非常的困难 非常非常困难 那这不是只有台湾独有的 一旦生育率下去之后 要再拉起来 就是很难 因为那已经变成是一种的习惯 所以现在因为医疗各方面好 所以大部分的年轻人 离开学校 进到就业市场 开始觉得自己成熟稳定的时间 都已经往后遞眼 现在又是小家庭 不像在过去 可能有父母亲 你觉得 好你生孩子之后 父母亲帮你带 现在没有 那都得要年轻人 要自己去处理 所以年轻人 在养育孩子这件事情 生养孩子这件事情上 他当然就变得比较保守 我注意到这期的亲子天下 当然他有很多的内容 那其中 其中你们 你们做的这个有关于 有关于追不回生育率的 一些的 一些的表格趋势的理解 里面有几个数字 给大家参考 就是说1970年 你想我 我是1964生的 1970年到2021年 台湾妇女平均的生育的数量 从四个人 降到现在不到一个人 第二个呢 里面提到了说呢 50年之后啊 50年以后 小一的入学新生 会比现在再减少一半 再来呢 你看到呢 今年呢 111学年度起 大一的入学的名额 已经呢 超过高三应届生 换到高三应届生呢 只要你填志愿 只要你达到学校的 基本的门槛 你都有学学校念 再也没有什么 录取率的问题了 跟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呢 那个录取率10% 11 12 那个呢 简直是呢 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 只要你稍微不是烂到学 学校不知道怎么收你 你大概都有学校科技念 第四个呢 说43年之后呢 需要被抚养的人口 超过总人口的一半 我认为这才是大问题 而且会越来越明显 就是将来很少的年轻人 要养活非常多的老人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你的国家的财政怎么办 那这些的年轻人的 本身的租税的负担 或者他实体上面 对家里面老人的照顾的能力 能不能撑得起那种呢 完全到金字塔式的人口结构 那个呢 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最后就是谈到了台湾的 台湾人的幸福感 当然可能很多就我很问幸福 不过总体来讲呢 只比及格分数呢 多一点点 好那这期的亲子贴天下呢 其实还做了一件事 就你们 你们做了问卷调查是吗 对 因为我们关心的 就是家长的老师嘛 所以我们其实 我们针对了全台湾 养育有一个孩子 至少一个孩子的家长 我们做了一个网络的问卷 那我觉得 非常的 应该是非常有代表性 而且全面性 因为我们有1300多个回收 然后大部分是有学龄 家里有学龄幼儿的家长 一半以上 那所以我们问这些家长 就是说维持家庭的幸福 会很困难吗 然后如果再重来一次 你愿不愿意付入婚姻 你愿意再生养小孩 然后对这个公共托育的 政策的看法 以及对教育 对孩子的未来的期待等等 就是很多的问题 那其实我们的发现 就是有说维系家庭是不容易的 蛮多的回复是说维系家庭 非常困难或是有困难 但是他们会觉得 还是愿意再不如一次婚姻 而且还是愿意有孩子 所以表示 还是可以影响婚姻的幸福感 那但是妈妈的婚育的幸福感 比爸爸低一点 对这样的调查 好那那起来妈妈妈妈觉得 觉得是非常辛苦的 当然台湾台湾除了 除了晚生晚婚晚生不婚不生 再加上离婚率高 这些对于人口 人口结构的冲击太大了 好那你们做的这些的 因为你们回收将近1300分的问卷 那这些问卷 你们所问的问题就这些吗 还有还有还有就是 我们刚刚讲的是个人 个人跟家庭的关系 那我们也问说 那你觉得这个社会 社会对养育孩子的 这个环境跟态度是友善的吗 那家长会觉得是不及格的 我们问了是说 请家长为这个家庭 育儿家庭支持度 那其他的分数从零到五分 五分是最支持 那发现大家对政府的政策 如果例如育儿津贴 或者是公共化的托育 大家打了3.28分 就是超不及格的阶段 那你现在所在的职场的环境 是比较低一点3.07分 那社会民众的氛围 是不是会让抱着孩子的母亲 会不会让座啦 或者是能不能容忍 在公共场所幼儿的哭闹等等 那这个部分是2.62分 是不及格的 所以也就是说 大家对于社会育儿的友善度 是觉得不够的 那对于职场大家也有要求 也就是说职场 他们比较希望有更多的 弹性的工时 然后有更多的 给父母的这些方便 当然就是有好的育儿的设备 当然是更好的 设施当然是更好的 对 就是说大家最喜欢的 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我请问 就是说 当然因为对于正在育儿当中的 父母亲来讲 他如果能够得到的政策 或者是社会环境的友善支持 当然越多越好 那这个可以理解 但是你刚刚讲的 就这些的问卷调查里面 所呈现出来的 就是受调查者 对于政策的支持 以及环境的友善 的评价不高 就是这样这样子一个 一个评价不高 到底是一种的 就当事人会有的 惯性的抱怨 因为我希望越多越好 那我觉得你给的不够 我说从客观上面来讲 亲子天下同意这样子的 一种的一种的调查结果 就亲子天下是不是认为 就是说这个调查的结果 反映了真实的情况 对我们觉得 现在大家对政府的育儿津贴 公共托育 当然是有看到政府在努力 就是0到6岁的这个阶段 但是其实家长需要的 我们也看到就是说 一直发育儿津贴 其实是没有效的 我们大家也从数字上有看到 那其实最好的 真正让父母可以安心生养的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是父母都要工作 所以在职场上 其实是要做更多的调整 也就是说 是不是能给弹性的工时 这是父母最需要的 然后是不是可以在企业里面 设置幼儿园 然后安静班 让父母可以安心工作 然后他也知道孩子很好 或者是能不能 育婴流停后 不用担心工作被取代了等等 那这个是对职场环境的要求 那我们也觉得 这是非常的真实 那我们也看到 虽然牢基法有非常多的 保护的这个政策 但是其实在 尤其是中小界比较多的台湾 是还没有办法 真正让父母很安心 另外在育儿政策上面 就是说 当然就是希望 公托公幼 当然是我们这些 是家里有幼儿的孩子 希望是可以保证入园 公共的 不需要花很多的钱 不需要担心他的品质 那希望可以公共化 可以社区里面就有公共化的 零食托育等等 那这些当然都是 幼儿父母的希望 那我们也是觉得 是可以 可以做比较多的改进 因为未来 我们需要 大家可以多生养孩子 我们就希望 他能够在职场上是安心的 而且我们也希望 孩子不是一个人 一个家庭来承担 而是说可以同村养 也就是说可以一起 一起来养小孩 对 那我们在这一开里面 我们也访问了在日本 因为日本跟我们一样的 是超高龄化 然后是一样的少子化 也是多年下来 他们也用了很多的方法 那但是其实跟我们一样 其实也都是无效的 那但是我们访问了一个 在东京附近的一个刘山市 那刘山市大概人口 大概跟新北市的树林症 差不多21万 那但是刘山市 他却是在日本长期 他们就是有人口成长 连续5年人口增加率 是全日本第一的 所以我们有访问了 这个刘山市的市长 他为什么做得到 那其实他也看到了 就是说发生育津贴是没有用的 那最重要是要让父母安心生养 所以刘山市 为什么他做得到 他其实是在这个城市里面 那个托儿所的比例 比超市还要多 比超商还要多 所以因为这样子 所以他可以吸引很多 也许在东京工作 那但是可以在刘山市居住的 这样的双新家庭 他愿意移居到这个刘山市来 所以这些是我们可以看到的 踏山之时可以参考的 接近的案例 好 当然这些都是 都是在少子化的过程当中 少子是结果了 就是说因为生养孩子 照顾孩子的压力越来越大 社会结构的改变 家庭结构的改变 所以如何去减少压力 是第一步 如果压力不能够减缓 光只是口号式的喊 是没有用的 因为不会有人觉得 需要把这么沉重的 就是说人口政策的负担 扛在自己肩上 自己再怎么生 生个两个三个很了不起 所以我现在只要碰到 还能够生到三个小孩的 那些父母亲 我的肃然起敬 偶尔会遇得到 但是非常非常少 好 那在这样子的一种的 一种的情况下面 你们做的调查里面 就问问卷调查里面 还包括什么 我们还包括 其实父母对孩子 未来所必须要拥有的能力 其实是有了蛮大的改变 也就是说过去 过去我们会觉得 好像孩子一定要考高分 考到最好的学校 高学历等等 但是其实我们在这次的调查里面 我们问父母们 你期许孩子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 什么样的条件 才能拥有幸福 其实高学历 我们让他复选 可以选三题 高学历其实只有1%是最后一个 那其实最多的68%的父母 他觉得要拥有幸福 孩子未来要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 他要具备觉察 能够调续情绪的能力 就是跟情绪相关 那他要能够认识自己 能够自我省思 然后他要好奇 他要有探究的精神 他要可以与人合作 然后自己学习等等 所以这些已经是我们所谓的这些软实力 他跟过去有很大的不一样 其实我们自己在看孩子带孩子的时候 我觉得少子化的家庭 父母亲可能非常需要思考的一块 就是你的孩子是一个人长大的 就是在没有兄弟姐妹的情况下面 对孩子的成长有什么影响 尤其现在的家庭结构 父母亲固然 我也看到很多妈妈们 串联这些妈妈们的群体 帮孩子办活动 可是那个一起出去玩 吃吃喝喝上课 才一般那是一回事情 他终究不是生活在一起 他终究不是能够去处理 日常的这种的人际关系 应对进退 处理快乐 处理悲伤 处理摩擦 争夺等等的这环境 可是孩子如果只有一个的时候 在这方面他都没有学习的机会 这个其实我在 我在看一些家庭里面的时候 其实影响是蛮大的 但这个好像很难解 对不对 所以就是也不是也不是无解 那因为这个少子化 我们如果不把它看成是一个问题 而就是我们现在要面对的现况 跟未来 那如果是用这样子的心态 我们就可以转变一个思考方式 我们就可以不把它当成一个问题 那我们就是想说 要如何来解决 那你刚刚讲的这些问题呢 其实很多的这个学校也看到了 所以当孩子在家庭里面 他没有跟同龄的孩子 或者是跟更多的人相处的时候 他可以在学校里面有这样子的机会 那所以在学校里面 所以等于说 未来我们也问了家长们 他们希望学校教会孩子哪些能力 那其实第一个第一个 百分之六十一的父母就会觉得是要人际相处的 包括合作沟通 对合作沟通 那所以当我们的学校有提供这样子的机会的时候 很多的老师其实有看到孩子不懂得跟人相处 所以在学校里面会有一些些状况 所以其实未来就像新北市的教育局长张敏文所说的 就是未来绝对不是只靠学校就可以的 因为很多老师很多人会觉得说 我把孩子交给学校 孩子就应该教会这些能力 可是其实是一定是要学校跟家庭一起来 因为未来一定就是亲师合作 才能够共同来培养这个孩子的各种能力 没有一个人是局外人 我觉得他的说法是我非常赞同的 好在我们线上的是 并进孙亲子天下的种族比 这期的亲子天下第124期 少子化浪潮之下的新家庭新教育 简单讲就是家庭brand new 跟过去的家庭不一样了 教育也跟过去不一样 因为教育家庭的本体是人 当孩子少了家庭跟教育的现场 当然跟学校一样都必须要做很大的改变 不管主动被动上面都一样 好广告回来了之后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他对于教育体系的影响 现在除了越来越多的大学科系 招不到人 学校陆陆续续的开始收掉 很多比较中后段的学校开始退场 尤其过去有一些的勉强的升格的 过去在专科学校或者说职业学校 升升格的这些的科技大学之类的 这些的学校 他的退场的速度可能会特别快 可是他就产生一个问题 当少子化了之后 孩子并不是因此变得精英变得宝贝 相反他可能倒过来 使得原来我们的这些职业跟技艺的训练 的这些过去专科学校或者职业学学校 培养的社会的劳动或者生产力的阻力阶层不见了 那怎么办 进广告回头聊 非得莫网非得早餐 我是男嘉隆 今天透过电话连线的访问亲子天下的种族比 宾敬孙 好那这一期的亲子天下第124期 他现在记刊了 那初刊的时候我觉得好这题的主题 适合拿来聊一聊 让大家了解大的结构性的变化 虽然少子化呢 我们谈了很久 就是少子化这个趋势 他会越来越少 最少到目前为止 我们没有看到什么反转 在过去如果碰到龙年 那他可能会有一个一个突出步 就是会稍微高一点点 但是现在呢也不明显 好那当这些呢都变得不明显 但是政府呢 其实他的政策上面 在财务的诱导上面 也一直都在想办法 甚至于拍广告喊口号 鼓励大家要多声 可是实质上上面来讲 就是越生越少 那我只能提醒 就是说所有的走入家庭的父母亲们 虽然你们年轻 或者你们结婚的时候 你们对我结婚都已经30出头岁了 我还能生多少 可是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你千万不要有那个念头 生一个就好了 交交代一下就好了 生一个交代一下 有时候是给自己交代 但这个孩子就会变成是 你家里面的玩玩具 就交代一下 可是对孩子来讲 可能是个大问题 就是他一个人长大 虽然你说爸妈都陪伴 那个有很多是没办法替代的 就是他的社会学习 人际关系群体关系 跟兄弟姐妹之间的学习 然后呢 在串联出出去的时候的 那个几何集数的 童年的人际关系至关重要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孩子 在这块非常非常弱 因为那不是他们的问题 而是结构面的问题 好另外一个呢 上层结构的部分呢 就是呃现在的 现在的学校呢 都是到金字塔的 那越往 越往高等教育的人数 还比较多 越往小学人数越少 可是终究他会体验到 那高等教育的部分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呢 很多的大学啦 科大啦 陆陆续续呢 都打包了 大家只觉得 好那是趋势上的必然 因为糟糟不到生了嘛 可是现实上面来讲呢 对社会的人才培养 会有什么影响 陆陆续 嗯对 所以呃 当人越来越少的时候 我们就要让每一个人 都更能实财实作吧 都能够呃 他能做他最擅长 他最喜欢的事 而且把他做到最好 所以其实呃呃 108课纲 呃有部分来说 其实是呃 对应到 这个少数啊 也就是说 我们要让每一个孩子 都视财视所 嗯 这现在的就已经不是口号 他一定要是一个事实 他一定要在每天的学校 跟家庭 跟其实社会都要发生 嗯 那其实呃 108课纲 这个孩子都能够 找到自己最擅长做的事情 其实在学校 就是要呃 呃往这边 呃往这边去 那您刚刚讲到的是呃 呃高等教育啊 如果我们没有谈这么远的话 我们现在只是看呃 呃从我们的技职教育来看好了 那技职教育大家都知道 因为嗯 就是大部分的父母跟过去不一样 就是从以前到现在就是这样 就不希望孩子去做黑手 因为大家对所谓的技职 有一定的呃 先入为主的这些刻板印象 然后呃某些程度上在那些职场 其实呃有越来越多的改变 但是大家并没有看到 那在学校辅导的呃这个做生涯辅导的老师呃 呃基本上他也不是真正很认识呃 呃在技职这块呃领域的这些改变 因为他自己不是从那里面出来的 嗯 所以很多的呃 从国中开始其实就有这些技艺班啊 然后但是大家会觉得这是功课不好的采取 嗯 所以呃尽量不要让孩子进到呃这样子做职业的探索啊 那可是其实我们也看到在过去的这个十年 其实高职的学生已经减少了十八万人 嗯 然后呃呃即使我们现在有这些呃 这些还是有一些呃呃计职学校 那但是进入计职学校的孩子 他还是在想他要考 他要考大学 他要参加学测 那就是呃呃 所以计职的人数就越来越少 那在这部分就是看到国家的这个呃 这个中阶的这些技术人才可能就是越来越少 那我们访问了譬如说龙华科大 就是呃 排名第一的这个这个这个技职科技大学的校长啊 嗯 那他其实看到这这几年其实企业缺工非常的严重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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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企业高科技的产业都跑来都打电话给他就说他们要要人要人这样子 那所以他其实就是有感觉感受到呃其实在技职教育的这部分其实已经有非常大的转变 可是呃还是不知道那大家还是在迷信呃我还是要一个大学的学历啊 以至以至于呃我们就没有这些很坚实的这些技术的人才嗯 嗯 对这样子的这样子的风气其实是呃呃呃要做翻转那当然是不只是呃呃从国国中国小 开始让孩子去更多的探索自己让孩子更更更多的知道自己擅长的是什么 那当然在技职学校的部分也要做很多的改进哦 对所以这些是可以呃可以做的努力而且是必须要做的努力 你你不觉得这根本的原因就是说大家对于技职教育对一个孩子如果他只是他只接受技职教育他念职校呃会会觉得这孩子是在教育被被被淘汰的末段中的末段 所以每个念技职的孩子都有那种的不得已都有觉得那种委屈都觉得都觉得整个的社会压力逼着我就说在技职之后呢 我必须要忘记我自己是个技职生我必须要再到呢传统的大学里面去镀金 跟现在很多的政治人物一定要去学校混个硕质学位那个逻辑是一模一样的那如果是这个样的话技职教育不可能好啊 对那所以其实现在就是因为可是有些孩子他真正是他就是喜欢拆东西 对对对对对对 他就喜欢动手做他没有办法是用听的方式来学习 所以要让这样子的孩子有那样子的机会来发展他的所长 那所以其实我们这次也采访了比如说在新北市新北市他非常的积极努力啊 要这个让这个技职适合技职的孩子有他们自己属于他们自己的这个路啊 所以其实他们在技职的教育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 包括呢在新北市有一所张树国际实创高中 这个是一个技职高中 但是呢他们是这个实验型的 也就是说他们的非常非常多的课程是让孩子去体验的 而且在新北他们其实就是提高技职学生的这些自信啊 就是说他们也有双语在技职里面也推双语 然后在技职他也跟国际的连结是也有双连的这个学位的课程等等 或者是增加更多的这实习的机会 而且不是压榨人力的实习机会啊 所以其实有很多的改变 那其实是必须学校要做改变 然后当然社会观念也要做改变 然后家长也要做改变 好当这个技职教育这个大大课题跟少子化有一点有点关系 他会是少子化更明显的受害的教育体系 但是就算没有少少子化技职教育呢 在一般的一般的教育观念里面来讲的 他显得弱势啊 显得显得就是说在教育接受技职教育呢 没有办法得到社会的肯定的正能量这件事情 长时间没有改变了 这对于这对于不只是技职的这些的减少 现在大学的原额已经超过了供应了 那我就更没有理由去读技职学校 过去可能我考不上 所以呢我就我就念技职学学校 但是现在呢这些呢这些的障碍都不存在了 那技职学校要如何去吸引学生 好这个呢是接下去的另外的一个课题 好相关的这些的议题主题调查呢 在这期的亲子天下的职本里面呢 都有呈现 那其他的更多的内容呢 你可以呢自己找这期的亲子天下来来看 当然今天呢我们我们节目呢 在9月22号播出 但我提醒大家就是说亲子天下呢 他有一个2022年教育创新国际年会 对不对 好那这个这个国际年会呢 是在明天23号24号 就是明后两天 礼拜五礼拜六这两天 在台北文创大楼 台北文创大楼在哪里 在信义区的烟场路 就是过去的松烟的烟场路的88号 好那你可以呢 你可以呢你可以立刻呢去报去报名 因为这个活动呢 一律都是用网路报名 你可以打电话或者上网呢 去去查到呢 亲子天下的这个 2022教育创新国际年会 因为他是网路报名的 报名了之后 明天后天两天的时间 在台北文创大楼的六楼 好感谢冰净村感谢 那我们尽管告回到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启点赞",订阅